排球 篮球等球类运动中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 弹跳都非常重要 那如何提升弹跳力呢 接下来小宇教你四个动作 加强弹跳力 成为球场弹簧人 第一个动作 起座站立 坐在椅子上 躯干挺直 双手放身体两侧 双脚离地 保持踝背曲 双脚脚掌垂直向下 用力踏向地面 然后宽 宽 膝 踝 用力 双臂摆动 快速站起 并保持身体平衡 躯干不要晃动 稍停留后 缓慢坐下 重复练习 第二个动作 起座跳跃 双脚脚掌垂直向下 用力踏向地面 然后宽 膝 踝 用力 双臂摆动 快速跳起 尽可能高跳 落地时 下蹲缓冲 保持平衡 注意正确落地姿势 第三个动作 外步高跳 这个动作较为贴近运动情境 向前迈出一步 然后用力高跳 注意落地姿势 两腿交替练习 第四个动作 跳跃障碍 双脚连续跳跃障碍物 落地后 尽可能减少触距时间 快速跳起 越过下一个障碍物 连续跳跃 通过自主控制 增加跳跃高度 来增加练习难度 以上动作 每个动作 练习三到五次 重复两到四组 组间充分休息 练习完也要及时拉伸哦 怎么样 这四个动作 大家学会了吗 未来的谈活人 我在球场等你哦